两会前夕动荡不断 中共尽力保全有效吗 夏宝龙访问香港真实目的揭晓 加拿大开除两名华裔科学家 国安披露案情 中共新规引发快递堆积如山 网民痛批干预 河南村镇银行储户 悬赏710万征集法官罪证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刊要闻 今天是3月3号星期日 在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介绍赞助网站健康520的产品用户反馈 在过去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们向您介绍了三高代谢宝 并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的回馈 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 在服用降压药物三年之后 她的血压仍然是偏高 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压药物 并且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 她惊喜的发现 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的水平 她还笑着说 以为是自己的血压剂出现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 但是我觉得明显低了 下压就 是多少啊数值 80 70几都试过 不过我有点怀疑 我这么低会不会啊 有没有这么好啊 自己有点怀疑 有一次量就80 80就130几 有一次就是 30几那次 上高是120几 直接漂亮到不得了的 120几和70几 更多的信息 请访问健康520的网站 我们期待给您带来 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共两会3月5号召开 北京城内风声鹤唳 政局动荡不安 本次会议召开之前 多个中共高官遭到解除职位 一些人士迄今为止 仍然是失踪 引发更多的恐慌 同时 全国各地的政法系统官员 卷入了清洗 人人自危 前不久就有中共内部消息人士 对法国媒体透露 由于担心被卷入政治运动 许多高官自我贬低 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在两会召开之前 美国智库提前预测 今年中共两会隐藏的爆点 其中就包括中共人大各省代表团 和政协各部门的讲话 以及会上的表现 这些代表并不能够反映中国的谜意 但是他们的做法可以代表出 中共政府的某些状态 在中国经济全面垮塌 政府债台高度的情况之下 某些代表可能有一些 反映党内状况的表现 同时在某些议题上 可以匿名投票的场合 可能会导致一些话题 反对或者是弃权票增加 也是在最近 包括山西省副部级高官 福建泉州 贵州 广州 等多地政法系统的官员被查 同时 重庆和辽宁政法系统 出现了洗牌 颇有政治维稳的含义 包括福建省泉州市政法委书记 黄文胜 广东省汕委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陈壮永等人已经落马 对此 时政评论人士李燕明指出 在两会前夕 各省公安系统出现洗牌 履新官员 多为空降或者异力调任 一些人是没有政法系统的任职背景 而是亲习近平的人马 这具有政治维稳的目的 也会进一步的推进公安部之后 省级公安系统的整肃 也有分析认为 这一做法出自于习近平保全力的需求 中国社会经济全面萧条 各地不稳定因素增多 习近平政府在党内外都在担心潜在的敌人危害他的执政 因此不断地在党内搞运动 清洗他无法信任的官员 另外一方面 也是在两会前夕 日本电视台记者前往709案维权律师王全璋家里探访 一进楼就看到了至少四位中共警方的监控人员坐在楼下 坐下之后 询问得知网全璋的孩子得知他不想上学了 因为当局会派人跟着他一起去 还曾闯入过教室 视频引发网民的唏嘘 对此 网民评论说 这可以解释中国的维稳经费 为何超过国防开支 说中国政府不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都错了 他们把维稳的钱都花在了老百姓的身上了 也有网友说 这是来自国家权力的镇压和监视 王全璋是受中共压迫的律师 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人权的社会里 如果你反对习近平的思想 你就会被消灭 在镇压民主人士的同时 中共政府继续增加发债的速度 试图强制刺激经济 公开数据显示 在今年的2月份 中国各地发行新增地方债券超过了4,005亿元人民币 浙江 河北 河南三省的地方债发放最多 而在前不久 有党内消息人士对法国《重点周刊》透露 由于中共政府的债务过高 经济危机蔓延到北京之外的地方 涉及全国五分之一的公务员的薪资 在浙江 温州以及浙江全省 问题已经很严重 四川的情况就更糟 公立医院难以维系 医生每个月的收入极低 中共的财政水平已经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代的状态 一些高级财政官员说 有必要宣布国家破产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港调研考察 于2月22日到28日来港考察7天 已经在28日返回北京 夏宝龙上次来港调研是去年的4月份 在未满一年的时间 夏宝龙再次访问香港 早前分析人士指出 夏宝龙来港的目的和钱有关 帮习近平解决经济这个燃眉之急 即要让特区政府为中央吸纳更多的外资 以保住中共的红色江山 就在夏宝龙返回北京之后 有中共传声统支撑的地世界中共侨联副主席 中共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理事会长卢文锐 在明报撰文解读夏宝龙此行目的 卢文锐表示 虽然夏宝龙在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进行公众咨询期间来港 但调研的重心则是经济 中央高度重视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为这涉及香港和国家的重大利益 有分析人士表示 不排除夏宝龙来港为商界派定新闻 23条并非是针对商界 而是针对民主派及社运人士 夏宝龙希望商界在23条立法后继续投资香港和大陆 两个月前 李家超上京述职时 习近平表示 希望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 不断增强发展动能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贸易中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 卢文锐不会言香港的金融 贸易和航运 三大国际中心中 唯独金融不可替代 有分析人士指出 香港的经济问题归根到底 都是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不解决 经济只会走下坡路 作为中共党魁 习近平暴力镇压香港的民主抗争 以一国碾压两制之下的自由和法治 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恰恰就是建立在自由和法治之上的 没有了这两样基本要素 香港就失去了金漆招牌 成为了一个普通的 由习近平全面管制的中国城市 分析人士表示 习近平现在 在想让香港为中共绝金 只能说他中共梦做得太久 已经神志不清了 加拿大安全部门本星期首次披露了 对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及其丈夫 陈克定的指控细节 两人在2019年因涉嫌危害加拿大国家安全 被踢除温尼博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2021年被正式解雇 温尼博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是加拿大唯一的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是全球15个具有4级生物安全水平的实验室之一 邱香果专攻特殊病原体研究领域 鉴于其卓越的贡献 2018年他被授予总督创新奖 该奖是加拿大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邱香果被指向中共提供了其研究的 爱博拉病毒基因序列 并且通过此行为获益 经安全部门评估 邱香果的行为严重危害加拿大国家安全 邱香果的丈夫程克定也因违反安全准则受到处罚 目前两人均被温尼博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 安全部门同时披露 邱香果与中共多个同领域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 其将在加拿大的研究成果输送给中共 并且以此来获利 此外 邱香果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之下 邀请中共科研机构人员进入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并且带走病毒样本 美国病毒学博士林小旭认为 中共军方早已经将生化武器的研究提升到战略层面 按照解放军的说法 是要占领生化武器研究方面的战略高地 邱香果也曾将尼卡病毒的样本寄往中国 尼卡病毒的致死率很高 中共军方的研究人员一直对尼卡病毒抱有很大的兴趣 中国之春主编盛雪女士指出 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是全方位的 学术界领军人物通常是他们喜爱的猎物 一旦被共产党物色上 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 威逼利诱或使对方就范 盛雪说 中共惯用思想胁迫 亦或是直接的洗脑 惯以家国情怀 特别是给予对方超出金钱方面的诱惑 这对渴望出人头地的科研人员来说 的确很有诱惑力 中共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3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 全国各地的快递行业陷入混乱之中 新规要求所有快递必须投递到用户家门口 不得使用智能快建箱 或者是快递服务站等方式 这一举措导致快递工作量激增 也引发了大量 没能及时处理的快递包裹堆积如山的现象 在新规实现之前 中共官方媒体一直在积极宣传这一政策 声称是为了解决用户取见不变的问题 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 而实际情况截然相反 快递员们纷纷表示 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 每天需要处理的包裹数量大大增加 而收入却没有相应的提高 一名快递员在网络上留言说 本来送一个快递赚五毛 新规实施之后 一天最多送100个 只能赚50块钱 真要这样就只能离职了 新规实施之后 网络上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视频 展示了各地快递包裹站堆积如山的场景 有些快递甚至被扔在了小区门口的马路上 完全无人问津 更有一些用户的包裹 被压在堆积的包裹下面 根本无法找到 这些情况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广泛的讨论和抱怨 许多网友对中共的这一新规 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批评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出现了大量的嘲讽和讽刺的声音 有网友直言 中共的干预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市场本身有其自我调节的机制 不需要政府过多的干预 另外一位网友指出 网购的成本提高了 最终还是普通消费者买单 就在中共快递新规实施的同时 中共国务院又要求推动已旧换新 降低物流成本 这一举措与快递新规的初衷被倒而驰 进一步的加剧了人们对中共政策的质疑和不满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中共的执政简直是一团糟 快递新规的出台只会增加物流成本 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普通百姓 面对网民的强烈反对声音 中共是否会调整这一快递新规 以解决快递堆积如山的问题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共似乎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而快递行业的混乱局面 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变和困扰 近日数百家陷入困境的 全国民营企业家银联卡储户联合体 再次发出悬赏通告 号召征集河南法官违法证据 赏金高达710万元人民币 这一举动是针对河南村镇银行储户 已经持续近两年的维权行动 许多储户至今无法取回存款 同时遭受中共官方的打压 宣场通告指出 河南村镇银行储户 坚信自己的存款 明明还在银行账户里 但是却无法取出 却遭到了法院强行判定为集资诈骗 其中涉及河南省高级法院 刑事审判第二厅厅长袁小刚 许昌市中级法院院长周志刚等人 最新的悬赏通告当中 还加入了河南农商联合银行董事长 郝金涛以及他们背后的保护伞 此次悬赏金额从最初的100万上调至710万 只要线索能够让上述人员 或者其保护伞被追究刑事责任 提供线索的人将获得巨额的赏金 即便只能让其降值或者开除公值 也能得到不少于10万元的经济资助 为了方便接收线索 通告还提供了十几个手机号码 河南村镇银行在2022年4月份发生爆雷 导致全国40多万储户无法取出存款 引发了一系列的维权行动 然而维权储户却遭到了暴力镇压 甚至有维权储户被赴红马限制出行的事件发生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当局陆续的垫付小额储户的存款 但是对于大额储户的存款却一直没有给予垫付 相反当局将大额储户的存款定性为非法集资 并且试图逃避偿还责任 导致许多储户被跨省追捕 这一民间悬赏通告在中国大陆十分罕见 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许多网民认为这是民间被逼无奈的做法 对司法机构的监督和追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贾泽生认为这一举动反映了当事人被逼入绝境的境地 只有通过公开的硬碰硬较量才有可能保护自己的权益 他指出现在已经没有后路可退了 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选择 在中国大陆民间对官员违法行为进行悬赏 正极证据的行为显见 这一举动的影响和后续发展备受关注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